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八 欢迎收看地上足球 今天凌晨 首先的亚冠比赛 利亚德胜利4比3 击败了对手 罗哥两个进球 一个助攻 而这四个进球 罗哥直接参与了三个 并且最后一个进球 如同金子一般抵住了对面的反攻 这两个进球非常漂亮 我称之为梅西斯的进球 因为罗哥的惯用脚是右脚 非惯用脚 异族是左脚 虽然罗哥的异族能力 当今主坛 甚至历史上 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 但是我们提到黄金左脚 不得不说是梅西 但是这两个如同黄金左脚般的进球 正说明了罗哥的能力 并且第二个进球 小队放下 哪怕是黄金左脚的梅西 他也踢不出这样的球 迎球左脚一脚抽射 并且是异族 罗哥的射手天赋 可见一斑 而第一个进球同样也非常漂亮 用异族兜了一个弧线 十分角 只挂球门的死角 这个是完成了一例 在梅西走廊如梅西般的进球 但是第二个球身为黄金左脚的梅西 却几乎踢不出来 那么利亚德比赛结束以后 随后是曼联的比赛 曼联的比赛相信大家也看了 这场比赛虽然一比零赢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比零赢下的比赛 非常令人怀疑 先不说值得怀疑的地方 我们先说这场比赛 曼联前锋浪费了非常多的机会 很多机会都是左脚射门的这个机会 曼联进攻群左脚射飞的球 如果塞罗不被腾哈赫逼走 如果换成一个小时之前 利亚德的塞罗 那么毫无疑问 这些机会里面 塞罗最少能够进三个 而且是不内海地讲 以今天塞罗在利亚德的状态 来踢今天这场曼联的比赛 这些机会里面 塞罗最少能进三个 好了我们再来说这场比赛 比较让人怀疑的点 比赛一结束 看很多人说 欧拉拉对不起 对不起欧拉拉 欧拉拉真厉害 欧拉拉错怪你了 欧拉拉你怎么救了腾哈格 欧拉拉对不起 我的天呀 来小助理先放一下上场比赛 欧拉拉扑救 上场比赛 曼联对了个倒数第一名 因为是博比查尔顿的季日 我不好意思去拷打 但是今天我就能拷打了 那场比赛 欧拉拉的扑救 那叫扑救吗 没有一个是八分角以上的射门 如果我们把一个射门 从一分到十分来评分的话 没有一个超过八分的 英超倒数第一名的射门 那其实至于射门水平在扑救 谁不能扑救 我上去我也全部扑了 那完全是往人身上打的 对不呢 有什么角度 本场欧冠比赛更是如此 对方十分角没有 九分角也没有 相反对方射了很多 十二分角 十三分角 就明显就已经偏出球门 是不可能进的 欧拉拉非要上去扑 然后送角球 这场比赛 哥本哈根的角球非常有威胁 然而欧拉拉对那种 稳出边线的球一顿扑 送了对面最少三个角球 我一度怀疑欧拉拉是不是买了角球的 这种球偏得如此离谱 他居然还要把手拖出去 买角球了是吧 奥拉拉 其实我们在说奥拉拉的点球不就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吹奥拉拉什么 首先这个点球 小主委放一下 这个点球迈克托米利不犯规就近了呀 哥们儿 对方投球位置离门将 最多只有0.7米 也就是70厘米 如果迈克托米利不伸脚踢一下 对方是暴力投锤入网 70厘米的位置顶一个空门 他脑子里面不是有问题都顶进去了 这个犯规是必须犯的 还有人说 迈克托米利又送点 他不送点有办法吗 再放一下就回放 必须拷打这些说迈克托米利送点的 你可以说迈克托米利踢后腰这个位置踢的非常差 但你不能说这个球他是送点 这个球你不挡对面绝对是暴力投锤 这么近距离的暴力投锤经不了 这点球是必须送的 送点不是错 反而是对的 这是我要为迈克托米利证明的一点 其次 罚点球之前 哥本哈根这两哥们 来小注意放一下 找一下画面 这两哥们在那笑 舞着在那笑 这球咱们不要踢进去啊 本场比赛 哥本哈根的对类 有两个人是霍一伦的亲弟弟 霍一伦他爸和他妈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师霍一伦在曼联踢球 老二和老三都在哥本哈根 最后这个点球来小注意放下 左脚罚点球 罚到右路还是半高球 这不是演员是什么 你们当过门将吗 你们踢过门将吗 你们了解吗 左脚球员罚点球 罚右路的概率是大于50%的 这是经过大数据推算出来的 其次他罚的是半高球 半高球不就等于送给对面门将吗 兄弟 你罚的是概率最大的位置 你罚的还是半高球 半高球就是我门将只要往那扑 都能扑到 地滚球贴地载 像凯恩施罗发的这种 这种球扑对的方向也很难扑到 还有就是打上脚 上脚很容易飞 但是上脚的进球概率是最高的 这个人罚的什么半高球 半高球门将只要扑对方向 就一定能够扑到 这不是随随的演员吗 就踢的角度 踢球的罚点球的方式 这个球只要踢出去 就一定有大于50%的可能被门将扑 中超罚点球都不会罚半高球 你哥本还跟踢欧冠 最后一个点球 你罚半高球 而且还是左脚球员的冠射位置 右路 你可别提有多假了 其次我们再说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曼联全队的得转身价是4个多亿 而对面哥本哈根是4000亿 哥本哈根最弱的这个位置 边后位 身价只有30亿 也就是曼联 拉斯福德 加拉乔 一直打到的这个点 这个人的身价只有30亿 整个后卫的身价 没有一个超过400亿的 这样一个球队 你要知道 曼联的得转身价是4亿多 但实际上腾哈赫为此花的钱 那可不止是一多 光前面这两个二货 每个人就是8500万 你一个人就可以买对面两个球队的 关键你这两个人相当于对面4个球队 这两个二货都是腾哈根买的 打这样的球队 你居然没有优势 如果开赏哥本哈根的门主劲的 你可想而知 你教练有何战术可言 你打一个身价 你十分之一都没有球队 你都做不到碾压 反而是通过后卫的进球 显胜 你有什么激战术 有什么套路吗 没有 我没看出来 哪怕是上一场比赛 踢英超到处第一名 教练的激战术也是被玩爆 我真不明白 现在吹腾哈赫的人 你们的IQ到底有多低 英超踢了这么多人的 激战术上没有赢任何一个教练 哪怕是上场比赛的 倒数第一名 这太离谱了 那你教练有什么作用呢 不要教练呀 球心碾压 球员碾压 我上我也行 你让他狗来当教练 可能都比腾哈赫好 这真不是开玩笑 兄弟们 毫无计算助 而且这场比赛 曼联是死了半子的 很多人在攻击说 拉斯福的浪费机会 嘎拉乔浪费机会 这些人浪费机会 那些人浪费机会 你们是看不懂足球吗 你们是第一天看足球吗 你们看足球看得这么少吗 这明显是曼联使用战术 使用卑劣的手段了 看不明白啊 开场的时候 对方后卫的回传 一尊失误 特别是门将 还差点被霍玉伦给抢下来了 你们没发现 这块草皮有问题的吗 上半场 对方的后卫门将 回传老式失误 对球滚动的速度 判断不均匀 而下半场 曼联换到了这块草皮上 前锋无限打滑 无限失误 居然有人说是加纳桥 什么带球带篇了 拉斯福带带篇了 霍卫伦领球没领好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吗 你觉得这是球员的问题吗 如果是一个球两个球 一个球员两个球员 这是球员的问题 如果抖是这样 那么就不是球员的问题 你们第一天看足球吗 明显是曼联使得的洒水机 在这里水洒多了 兄弟 这场比赛曼联是使用计战术的 场外计战术 玩场外的是吧 洒水 这个区域如果昨天不是洒水洒多了 我今天我不叫李老八 我不信李 好吧 明显是草皮有问题啊 曼联俱乐部想要抢开局 想要在上半场就取得进球 在对方进去的草皮猛洒水 结果上半场没有取得领先 到下半场自己进攻的时候 完了 出大事了 水洒多了 前锋一顿在草皮里面打滑 为啥中场和下半场曼联的这块进去草皮 就没人打滑了 嗨呀 你们看球的时间太短了 连这么简单的手段都看不明白 最后我还说卡赞米有这个问题 这场比赛对哥本哈根 你明显的发现 曼联在中场是不抵抗的 整场比赛 曼联和以往的差别非常大 在中路完全是不抵抗 迈克托米内和阿巴巴特 这两个后腰 如果接下来英超他们还要首发 我提前预设 接下来的曼联的比赛 曼联会一路连败 这三场比赛打的是英超倒数第一 倒数第三和欧冠的倒数第一 结果才赢了一个球 而且全部是狼枪获胜 接下来打曼联打英超的中游球队 曼联必输 一定是一顿连败 为什么没有卡赛米罗了 你的中场对对方的进攻 是零干扰零拦截 后腰位置对后防的补助是零 那个阿巴拉和迈克托米内这场比赛 你有看过他们回防的时候 在禁区里面进行过有效的防守吗 没有吧 卡赛米罗每一场比赛 不仅在中路有成功的拦截 在几方的禁区回防补位的时候 也有很多破坏对面进攻机会的画面 一场比赛卡赛米罗最少有两到三次 有效的阻碍对方进攻最少 而本场比赛你看不到 迈克托米内这个人 虽然说是曼联的DNA 这几场比赛立功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 最适合他的位置不是后腰 而是类似于Steven Girard 在Liverpool的时候的位置 站在前锋的身后 迈克托米可以好好改造一下 但是很可惜 在曼联这个队伍 你不可能踢二前锋 没有你的位置 你除了替补上场 踢二前锋以外 毫无机会 你只能在一个三中位的球队 去踢二前锋 所以迈克托米内最明智的选择 要么让腾拉赫滚蛋 你去踢二前锋 要么转会 这次腾拉赫的曼联 迈克托米内首发后腰 毁灭级 灾难级 只有二前锋 才是这个人最好的归属 可以预见的是 卡塞米多缺席以后 接下来曼联比赛 一定是一路输到底 不幸咱们走着瞧 你们看看 接下来曼联的比赛 会不会和今天比赛一样 中路全部是 不抵抗投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